万圣节就快到了 花莲施工所特别在28号上午 特别和民意国小共同办理阅读搞什么鬼 万圣节二手好书交换活动 现场学生们除了费劲巧思变装 还带了一本本好书 准备要来和同学们交换 让原本搞怪有趣的万圣节 更添增一股阅读的学习风气 小朋友们各个盛装打扮 跟随着音乐节奏舞动身躯 让校园间顿时出现了群魔乱舞的有趣景象 这是花莲施工所和民意国小 在万圣节前夕共同举办的 阅读搞什么鬼二手好书交换活动 市长魏家贤也化身成为鬼太郎 清零现场和小朋友们来同欢 民意国小校长吴慧珍 则是装扮成现今最夯的韩剧 鱿鱼游戏当中木头人娃娃 跟小朋友们大玩起 一二三木头人 一二三木头人 这次没有看到 一二三 除了万圣节派对 阅读搞什么鬼活动 还是以交换好书为主轴 全校师生把图书包装成礼物 上面还写上读后心得 市长魏家贤精心挑选的书籍是 碧奶奶和他的大象 要和智智小市长陈定奎 一起来交换书籍 让非常多的孩子们 扮鬼的样子 那其实生动又活泼 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来宾 也一样装扮成鬼的样子 那主要的目的 除了培养亲子之间的感情之外 更要让每一个孩子 有阅读的习惯 那也透过好书交换 让每一个孩子把读过的书 心得写在纸上面 然后把它包装起来之后 把这本书交换给另外的同学 那我们也期盼每一个孩子 都有固定阅读的习惯 那花蓮市这边也会全力来推展阅读 让孩子们从阅读当中 学到更多有意义的知识 万圣卷全系 据花蓮市公所 除了欢庆节日 也希望透过活动举办 让孩子们抛开三系产品 重新喜欢上阅读 爱上阅读 也鼓励大小朋友 到花蓮市立图书馆 借阅优质的书籍 在阅读当中 可以获取更多的乐趣和知识 据的学历群 花蓮市报导 我们在阅读